若有众生闻此光明 日夜趁舍至心不断 这一段是说 闻佛光明之德 我们现在没见 我们现在在经上听到 我们是属于闻佛光明 日夜趁舍这是念佛 我们在经上 经绝对不是欺骗人 经上所说的一定是真的 我们真念佛 真求生 一解谁亦所愿得生其苦 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 听经文法 知道这回事情 相信 身心不移 认真去念佛 求生见度 你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无疑悦 善男子善女人 闻阿弥陀佛神 这就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 这无疑的 无量手机 经文上这样说 都是对我们讲的 闻阿弥陀佛神 读到这一篇 这一篇经文 对阿弥陀佛 十二光 十二种光明 称赞 光明的得用 不可思议 招募常常参赞 佛光 佛光 遍照法界 我们业障太重 虽然佛光照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身心没有感触 这是业障深重 如果常念佛 常常赞佛 我们业障消了 这个佛的光业了 我们就感受到了 所以要止心不绝 止心是真心 真诚心念佛 念佛不能间断 在心所愿 这是我们自己发愿求生 往生阿弥陀佛 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修行 今今夜 现在这个经里面说 闻其光明 未生功德 这一句相当无疑的 闻阿弥陀佛神 今今日夜乘说 至心不断 相当无疑的 朝暮长辰日 其光明好 至心不断绝 今今所说的 随意所愿 得生其苦 相当于无疑之 在心所愿 往生阿弥陀佛苦 这两种疑本来对照 在这个地方 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 对这个殊胜的发愿 要真心 要真悦 要决定在这一身当中 求往生 不能脱 不能远缓 机会 很难得 很容易失掉 古人所为 一世俗 成亲古恨 这个缘 要是失掉 决定不值千古 千古的时间短 再遇到这个缘 不知道是哪一戒 哪一身 就像彭基 琴所说的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这一天 就是今天 我们遇到了 要知道真意 要发现真感 这一生当中 决定的神 回处于 日夜成熟 迷途光明 智行不断 实则 生一夜 为什么能生 净土 就是你的佛号 不间断了 真心念佛了 阿弥陀佛 自自都放光明 前面说了 真心念佛 把佛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把佛的光明 变成自己的光明 佛门 传说当中 善导大死当年才是 每一念一句佛号 口里被你放光 深圣佛号 都成 都放光 他放的这个光的时候 人人都见得到 人子 称笔名号 弥陀生号 智行信药 是日夜 晨说一夜 这句话就补充得 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了 日夜晨说 日夜晨说 就是念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 佛号 日夜不断了 成为 产生 产生 净土 之音 而 信 药 持明 产是日夜 晨说 之一 口里没有念 但是 心里头 真信 真 欢喜 吃明 吃明虽然断 口里头念佛 断了 心里都不断 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念 一佛 念佛 亦是想 心里想佛 念 念 识口里 信 心 当来 必定 见佛 我们这一生 要是决定的 神 无量寿金 不能不多念 为什么 你对将来要去的地方 要熟悉 要明了 到极乐世界 会很熟悉 不是不陌生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会孤单 为什么呢 认识你的人很多 生生世世 跟你有缘的人 他们已经生到净土了 你去之后 一个个多来 给你打招呼 多来给你问候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我们在哪一阶 哪一阶是什么关系 所以 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朋好友 可多了 而且他们 过过都是上山之人 跟他们往来 跟任何人往来 没有一个人有 无意 没有一个人有 我你 这个社会都好 过过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智慧神通 道理不可思议 能不去吗 那不去真就是呆子了 愚痴到极处了 有丝毫聪明的人 我相信他都会发现 求生监督 这是个真正好地方 我相信他都会发现 感谢观看